J.R.A.L.A.L. 女友 其實很正面 但跟一般我們說 是不是很賴致 或者說著追夢 其實這種詞詞變得很猛疑 你跟別人這樣追夢呢 我也相信 但我很開心就是當這部戲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都在說自己是追夢 我由最初的抗拒這些被人用到便宜的字眼 被人用到已經不再相信 覺得是很creciate這個程度 到了他們看這部戲 他們追夢這個字眼的時候 是真的 即是他們真的從心而發 他們跟我說看這部戲 是令到他找回他自己的照片 那我是非常開心 或者剛剛兩天前有個朋友 他在戲裡面是會拿一個大大大大的配角 他就在我們的專頁 發送了一部MV給我們 是他自己拍的 他說因為狂奴派 所以他拍了這部MV叫做追夢號 那就是裡面說了 就是追夢號 那我覺得原來我這個戲 是可以給了一些人 一些這樣對體的力量 這些東西 我是非常cow 不是說我自己做到一個好戲 就是為了cow自己 而是今次我真的遇到很多經驗 即是這一班都是武界 或者是演藝界的極品 台詞我和Gip Hop界 我真的遇到很幸運 遇到一班很激 還有很有客氣 所以就成就了這個 我覺得不只在戲裡面 是一個很大的失明體 即是前幾天 就遇到你 就在第一次女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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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背 OK 現在就是一旁和FUNK 你也知道今次有很多的 單位在做的 可以介紹一下嗎 有A-Day 即是A-Day樂隊的健康手 A-Day 和阿芳 他就包排了整個 所有的背 阿芳是他以前 對 不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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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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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有一場 都是香港的第二場 我拍的 電影展的那些層 然後 有一位外國的觀眾 她說 看完她的音樂很棒 她問我們 用到多少錢 來買Write 買外國的音樂 好 好 真是傻了 那A-Day就很興奮 不是的 全部都是我自己做 好 好 說真的 如果對於一個獨立 香港獨立 K-pop 我覺得這次是怎樣 會出生意出來 會 同一套戲 上一日的同步出 黃寶派的OS 這套戲 我本身是 集中西文化這一身 在外國來說 Step Up 或者Street Dance 其實都有類似的情況 即是說 把芭蕾和建立 加Street Dance 去做這件事 這次黃導演就 沒有生意搞得太厲害了 其實 先問她們的人 是 為何有這套戲 去選擇行這套戲 其實就是因為 一個香港跳街舞 都很熟悉的地方 就是香港 大學中的71層前的空地 我覺得香港是一個 很獨立的武林勝地 因為我最初 都會像街舞优 沒有地方跳舞 我呢 我就跟我的夥伴 就是陳森 這裡 監製 沒有地方去 沒有地方去談 我們公司的業務 因為那時候 仍然有公司 沒有一個實體的辦公室存在 我們就到處去談 由於到處跳舞 就到處坐下 在一張椅子裡聊 坐一整級洞 對 放劇盤 茶餐廳 最後找了一個地方 就是Paul 就是理工大學 晚上就走進去 就當夜 聊一下公司的事 因為我其實早上 我會在那裡教書 那些事情 可以在那裡聊 有沒有人說 都挺好的 我在那裡 就遇到一群舞跳舞的人 那我就 原本應該很正常 在大學裡面 那就是Dansel 雙人就是Dansel Dansel的人 但原來他們不知道是Dansel的人 原來是街舞 四海跳街舞的Dansel 都在那裡跳舞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何會這樣 為何會這樣 為何會不願意去大學 原來是因為打壓開始 因為原本Dansel Paul的Dansel 是比考古人 他們可能犯了一些事 即是燃燒氣息 惦惦了一些錯 那學校就不讓他們 再申請正式的場地 那他們就快地跳 就選了七仔舞 可能貪方便 就是有東西有用 我買 那跳一下跳一下 就跳到這個地方 成了名 是 成了名之後 就連外國的舞者來到香港 都… 都… 都來跳 即是都要留幾條腳 那我覺得這件事非常之正 那我就覺得 今次我的題材 應該是如何 所以我就開始 做很多研究 就是做 我一路醞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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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醞釀的人 我醞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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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醞釀的人 就是醞釀的人 如何整理 如何找一個好的角度 料呢 其實今次 就是我 在拍攝電影的過程之中 的摄像 見識 也有很多東西 那這個戲 只是反應 其中的一個部分 還有很多 就是我常常說 這是一個大生命來的 還有很多東西 我相信 一路是可以人 那問題 要怎麼準備 用怎樣的持續 那 未成熟的東西 我就不想 但是可以保證 就一定 我是很知道 很多電影 都有一個屬性 就是第二集 差的第一集 那我保證 我還是知道 我會 趨勁 OK 就能打破這件事 OK 拜拜